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7月15日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這節繼續 跟大家說香港新聞 香港新聞不是只有我們 我們要說的也說了兩節 如果你想繼續看下去 我們 就會好像今天看真一點 開一個特備節目 解剖李桂華 就會一年不知多少個星期 做多少集 慢慢 將李桂華解剖 你要跟我們玩知名道 我們一定會奉陪的 你要跟我們玩電視連續劇 玩擠牙膏 我們也一定會奉陪的 所以麻煩你們 做正經事 如果你說到 那麼厲害 大仁大義的 麻煩你早點破案 不要說廢話 港共的謊言 已經離譜到沒有人相信 所以我真的想問大家 你說覺得會拿港共政府 以及 死黑警的說話出來 當證據去攻擊我們的 會是甚麼人呢 真的很好笑 今天最令人奇怪的就是這些 你不如跟他們一起做節目吧 一群藍絲一起吧 坐著跟華記一起做吧 新華記叫做李桂華記 原因很簡單的 再說一次給大家聽 為甚麼經常被抹黑 很簡單的原因 是因為 那些人不妥理 那些人小器 有很多原因 你跟他們說話不相同 覺得你駁斥他 所以我們說我們經常得罪人 你也不可能跟他們妥協 你相信 那個制度 你相信民主自由 你支持 香港 你喊得那句口號 16個字的口號 你說甚麼 你說多一次給我聽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香港獨立唯一出路 你喊得這一句的 如果你怕別人 因為跟你的立場不相同 攻擊你 你就不再支持 那不好意思 你的而且確是不夠堅定 所以其實這個問題真的很簡單 為甚麼會有那麼多人攻擊你 有很多人根本都不支持時代革命 有很多那些網台 還在香港 我就要問回你 為甚麼你們可以那麼安全在香港呢 我真的一句都問回你 你夠膽說人家離開了 就是有問題 我就想問回你 為甚麼你在香港 那麼久都沒有事 真的很好笑 你們攻擊不要緊 你們的邏輯 我用回你相同的邏輯 你說既然可以放他們離開 就代表他們有問題 不好意思 你留得低在這裏 而又沒有事 都是相同邏輯 所以這個邏輯 是你自己說的 不是我說的 我是用回你的邏輯 去告訴你 不如你們自己解釋吧 我也不想知道 這一節要說的 那些事我暫時也不說了 不過我真的忍不住 又會說幾句 要說的 港共政府的謊話 沒有人相信 所以如果你說繼續引述港共政府的謊話來反駁我們 我們是很歡迎的 你跟01 東方 巴士的布 和華記 基本上是沒有分別 這一節要說的 人渣蔡若蓮 蔡若蓮就厲害了 他們的謊話現在說到 藍絲也不再相信 蔡若蓮說甚麼呢 蔡若蓮做教育局局長 學生 流失得那麼厲害 據說有萬多個幼稚園學生 不見了 到底發生甚麼事呢 那當然是你整個制度有問題啦 所有人對你投下不信任的一票 他們選擇 就是不在讀書 選擇就是移民離開 蔡若蓮 還很膽敢出來告訴你 沒問題啦 我們的本港教育制度 相當之令人滿意 講共的謊話就是這樣 到底講共的謊話 誰會相信呢 藍絲也不相信 這節我們繼續講完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在此呼籲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在此呼籲 所有的聽眾運用免費模式 換句話說 就是YouTube的廣告模式 繼續支持本台 請打開本台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好了 這件事 支持六部曲 我們說了多久 我們的聽眾 相當之清楚 所以你想撲出來抹黑我們 是沒有用的 不好意思 我們從來 都是告訴大家 我們要用免費模式 當然是混合模式 原因很清楚 我們已經跟我們的聽眾說 經濟能力 不許可 你不要訂Patreon 全國香港只有我們這樣說 全世界的香港網台 所以你不能冤枉我們 我們的聽眾 已經聽足兩年 兩年都是這樣說的 唯一一段時間 就是12月份當時 我們所有的節目 全部被黃標 全部 清一色 當時 我們就跟大家說 需要大家幫忙 除此以外 我們絕大多數的時間 所有聽眾可以做見證 一直以來 都叫大家 就是繼續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你去屈我們眾籌 是沒有這件事發生過 所以你說港共政府的謊話挺好笑 如果我天天 要籌款 我天天都講爭自見 每天都給你一個戶口 打開銀行戶口 叫你捐錢下去 我們所有聽眾都很清楚 這件事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你說港共的謊話 誰會相信呢 除了一些 有心人之外 你不如跟蔡若蓮做節目吧 你那麼相信港共政府 他說生育率偏低 所以影響學生 跟整個教育制度沒有任何關係 本港的教育制度相當之完美 你跟蔡若蓮一起做節目 還有 還有 李桂華一起做節目 蔡若驊也可以 蔡若驊也可以 你喜歡就坐在一起 再加上巴士的布 再加上李梓敬 你們說的東西全部都是一樣的 你用不著在裝模式 不好意思 我最喜歡駁斥人 我用邏輯駁斥你 不用跟你說其他東西 很簡單 李桂華 憑甚麼說話 你夾著四個人 你說甚麼都可以 你有膽子的 你放回這四個人 這四個人在自由的國家 在英國 在美國 在加拿大 在澳洲 他們如果出來 還說回跟你現在說的話 的版本是一樣的時候 我到時才想辦法駁斥他們 是不是 你挾持著四個人 就算今天這四個人 出來說的話 是跟李桂華的版本一樣 他們也不是自由之身 誰被人脅迫 誰在說謊 再清楚 你有本事 你放在自由的地方 你看是不是講這個版本 你這個跟 中共電視認罪有甚麼分別 你不如你把幾個人押戒向俄羅斯 跟著說他們被人吃人血饅頭 你選擇相信 你選擇相信 你不如看 你不如相信俄羅斯通訊社 蔡若年現在跟俄羅斯通訊社有甚麼分別 香港的黑警 跟俄羅斯通訊社說的有甚麼分別 俄羅斯通訊社 說立陶宛就快要爆煲了 說他不讓貨運公司運貨到加利林格 所以立陶宛就快要爆煲 說他自己弄死自己 你可以相信 你就看俄羅斯通訊社 不如順手加入文匯報和大公報 加入蔡若年陣營 不好意思 你想做官 沒有份的 你擠身不到進去 那個人渣的圈子 不是你不夠人渣 而是你排隊時間不夠久 蔡若年 也說回蔡若年說甚麼 蔡若年說現在面對很大挑戰 學生人數下降的原因 就是因為人口出生下降 其實你要拿數據去就很容易 出生率是不是今年又下降呢 是不是下降到 學生人數減少比率呢 真的要檢查一下 要駁他很容易 港共政府 那班 筆頭說謊的特質 就是其實很容易很容易很容易被反駁 連 李桂華開過記招 記者那些都已經不是黃媒 藍媒的記者都覺得有奇怪 邏輯也不通訊 又說人家跌中籌 但是又沒有人知道 請問 如果 你問你的朋友拿錢 那是不是中籌 如果你說得中籌 當然是說對外公開 全世界都沒有人知道的 連記者都忍不住要問 連藍媒的記者 都忍不住要問這條問題 在哪裏籌 又說不出 這樣也不是 港共的謊話就是這麼好笑 港共的謊話是去到這樣的水平 蔡若年更厲害 就說有大量的家庭疑問 不代表他們就不相信 香港的教育制度 說香港的教育制度還是相當良好 這種謊話 一 黃絲不會信 不好意思 蔡若年 現在連藍絲也不會信 信你那個 一定是腦袋有問題 因為 據我們所知 現在絕大多數會走的人 已經不是淺黃了 淺黃要走就走了 淺藍 大量的人就預備逃走 甚至乎 不是淺藍 的人 都走了 你看華記正那樣 人家 去了日本做生意 對你這個地方沒有信心 投下 不信任的一票 藍絲也不信你了 藍絲留言說 香港沒有機會 去日本賺錢沒有問題 華記的支持者也這麼說 華記的支持者你不要跟我說是黃絲 所以其實他們說這些謊話 是沒有用的 你再說多一點也還可以 你說沒有所謂的 你又不需要拿證據出來 你喜歡怎麼說都可以 你說我跟王岐山上床都可以 你說我跟王岐山上床都可以了 你先拿張床照來看看吧 現在香港到了這個地步 看到這群契弟 做官 他們現在很過癮 實際上他們今屆政府 我相信 他們還會比上屆政府還快一點 快一點倒台 二 幫他們計時間 看看他們上任多少天 被美國制裁 你看下去 其實他們應該很快 他們的 做事作風行徑 盧寵 你看看新的律政司 你看看這群人 你看他們熬得多久 他們隨時被制裁 比上屆政府快 不知道快多少倍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